花莲纵谷地区持续飙高温 久旱不雨的天气用水也跟着吃紧 而瑞穗乡瑞港公路起点聚落住家分散 苦无自来水设施 民生用水安全堪率 近几年来协助提案争取的乡代表 林玉芬不放弃 终于黄天不负苦心人 今年6月底获得上级相关单位 核定近千万元的经费 进行自来水严管 以解决当地缺乏民生供水的问题 瑞穗乡赫岗三陵 也就是瑞港公路起点区域 散居的聚落住户 苦无铺设自来水设施 民生用水堪率 争取多年却都是撑大海 立为正天才 地方向代表林玉芬高度重视 近几年来也积极为地方争取 终于黄天不负苦心人 这里的住户就是因为很多年来 其实二三十年四十年来 都没有自来水可以用 那在取水上是很困难 不是要从哪里取水 那从上要饮水也不对 从哪里拿 就是很难 有时候这个用水的部分 都非常困扰着他们很多年 那这次申请到 也解了他们这多年来的忧愁 他们非常开心 几班线刊与住户说明协调后 今年六月底获得上级相关单位 初步核定仅千万元的经费 准备进行自来水盐管工程计划之用 也让解决该区多年来的用水安全问题 大有进展 那经过去年跟村长跟我来陈情 那我们也请正天才委员来协助 就是去年我们把所有的名册整理 把所有该申请的这个接水证明 能够接水证明的这个文件 我们跟公所申请好 整个送给自来水公司 所以今年把我们所有申请案的这个计划 送到水利署 那六月二十二号很开心 就是我们收到这个自来水的 盐管工程的这个核定函 新赫路有超过十多位的住户 都乐见自来水系统的建制计划能成行 这一次水利署核定经费 也让自来水盐管计划进度向前迈一大步 地方居民万分肯定 也将高度配合 期盼能必提供与一亿 提供安全且稳定的民生用税 记得时宇兰对视采访报道